我就跟我這些小孩子講 我們不要求做得很大很大 該做的把我們的品質顧好 我做得好 我們價錢可以賣好一點 第一個重要是 你一定要把我們的茶做好 因為我以前 現在我是要喝茶 沒錯 女女生飲酒 我很很早很早我就想茶 空間的時間 我差不多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我就到地上去喝茶 不然就沒茶 我們這個海拔才四百多年 說種烏龍 或是說什麼 有些人不肯 我就做這個人不肯 一個菠豆茶 台灣現在很少很少很少人種 因為它是比較特殊的品種 鐵觀音也很少 有的人很喜歡 喝很喜歡 喝鐵觀音 但是你在外面去買 它不是正從的鐵觀音 我這個是正從 茶都是比較有特色的茶品 我以前就是我協助我的孩子們 我把這個茶園覆好了 等下阿伯經理就讓他們去管理 一年有採山豬茶 要修剪什麼時候要修剪 什麼時候要撕肥 你看草長的就是要豬茶 我們第一晚回來 像現在在去 在那一晚 晚回來就是這門日光尾條 日光尾條有的人 靜置發酵 你看它發酵度夠了 然後才會去炒清 再揉一揉 然後就夾急乾燥的地方 乾燥以後 再回到家上去 讓它回軟 然後明天早上才會翻炒 把它放在這裏 翻成就是茅茶 茶山與茶園的合作 你看有三個 一個就是圖欄改良茶園 第二個就是玫瑰花 第三個就是說寵物的貓砂 旁邊 李禮貞大師啊 茶葉的大師啊 那麼他希望供應它的時候呢 是能提升茶的品質 所以來找到我 幫大家來做這個圖欄改良 按照我的SOP去做的話 就是不用農藥也不用化學肥料 把你這個茶園當作一個 我們全台灣的一個領頭羊 一些會區域呢 把它落土為安 那個東西呢 都可以做為肥料的 我認為呢 不管是大企業呢 甚至呢 這個個人的話也要自我管理 要對有這個社會 要有一個責任 跟著我推出的ESG的方案 大家一起來 來照顧這個地球 對於是我的天啊 我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你做的 還要做的